Hello 大家好 今晚突然間又有一段影片出來了 今天看到我們除了我之外 還有一個嘉賓 我就是PCM Allen 可以看到旁邊這位 這麼有份量的大師級人馬 就是航拍達人Lok Sir Hello 大家好 今天為什麼會找到他過來 又這麼突然間拍一段影片呢 其實看到桌面都應該知道什麼事 很難得香港可以同日介紹一下這部機 對呀 因為都算難得 因為剛才9點的時候 BJI自己開啟了這一部 BJI AIR2S 現在其實我們使用上 也有一部機器 可以跟大家開箱 所以我就要找Lok Sir 和我們一起開箱 讓他講一下 看看這部機器 覺得是怎樣的 沒有那麼多 好 我們先開始吧 好 我們先帶開一些東西 Lok Sir帶了很多機器 想做一些比較 讓大家看的 我們現在就先看一部 AIR2S 等一等 其實呢 AIR2S 是不是也有 名字有點轉移 其實是的 他好像沒有了以前MARFIC的名字 不知道是風水問題 怪事的嗎 以我所知 CJI很多產品的名字 是跟風水有關係的 是嗎 你看他的中文字 其實好像是有關係的 魚非 魚非 魚 以前MARFIC的名字 就叫五 是的 還有那些什麼 猩猩猴等等 很多很有趣的 中國文字 這也不說 這也不說 真的不知道 是的 不知為何他剔走了 可能我想國際化一點 還有我覺得他想 使用一些產品 使用一些毒 可能小朋友都用一些技 都是的 因為其實之前 如果大家記得 其實Pocket 2 手持的小小型 其實他之前有 Osmo Pocket 第二代 也是沒有了Osmo 的字 DJI Pocket 2 跟現在 DJI AIR2 一樣 我覺得OK 也很簡單 那些字又 MARFIC的字又不太好 Osmo O2 O2 這字又是比較特別的 MARFIC就簡化一點 看它的盒子 就簡單了 還有很多人在網上 看流出 就看它後面 其實後面 就算讓你看整個盒子都好 它都沒有規格 所以暫時看這個盒子 就算在街上拿上手 都看不到其實它的規格 是什麼 這個就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因為正常買相機 我都要看一下 一個盒子 寫什麼 是否想著會從前轉 嗯 轉了就換回這個盒子 對 比較有趣味性 不知為何不做規格 這個比較特別 它只有前面 一吋Sensor 一吋SageMOS 再加上一個ADSB的AIRSENS 所以很多沒有玩 開航拍機 人都不知道這個什麼 是 一吋Sensor 應該知道 一吋Sensor 其實是頗大的一個底片 手機就非常少 譬如現在用來流行的手機 都半寸都未必有 這個已經是十分大的 所以質素其實可以 但是當然這些要實測 那我們開箱吧 好 來吧 這個盒子感覺上是很大的 偏大 又多一些紙 可能買一個會開心一點 其實跟AIRS2的盒子 是否都差一點 差不多 但是這些盒子 我覺得它用的厚度 就多了很多 很厚 可能它真的要運送全球 可能之前有很多爛東西 對 就是DOA的情況 對 對 厚了很多 所以那些人可能可以想一下 盒子之後可以玩法 不要浪費這些紙 好 來吧 好 我們開了它 裡面是這樣的 其實都很適合 做透明紙進去做顯示 A的 這樣 而這邊 就 就被我搞定了 後面這裡也挺有趣的 我想不到這裡是什麼 這裡有些軟的 就是 壓下去 有些軟度 我們幫助它 頂部 好 看下去 就像有兩層 我們先拿飛機出來 然後就這樣 一個洞 然後就拿去 其實如果這樣看下去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浪費的位置 但是如果它重在 就是那些防震的東西 尤其是這個蓋子也很沉 好 接著裡面就有一個空打凍擺 有說明書 還有一個快速指南 說明書我相信沒有什麼人很想看 但是那個快速指南 看你的頻道就可以了 除了那個頻道之外 都建議給一些心機去看一下 因為很多人經常都先放在盒頭上 然後就沒有什麼研究 因為航拍都真的比較 因為你不清楚它的功能 你真的很危險 所以其實要每一步都好 看一看清楚怎樣玩 或者怎樣開始去玩 就會穩陣一些 還有我告訴一些新手 買這個機器其實要啟動它 而且啟動48小時內 就要買Care 很多在Train Store買一部機 回來就穿 試完那個OK 過幾個星期之後才再飛 然後炒了 就沒有買到那個Care 所以你要維修的話 新手機就要多貴 而Care就可以很便宜 就可以換到新手機 特別是你新買的時候 可能換一定是新手機 不會有新手機 那就是說最重要 開了機器之後 都要買Care 沒錯 一定要買Care 買Care的動作 如果你搞不好 就要問回店 或者聯絡代理商 或者DJI 都可以幫你搞到 但一啟動後就開始計時了 48小時 對 48小時 兩小時而已 沒錯 很緊急一下 就是說你一想清楚才開 就不要開了就放在這裡 是的 記住大家知道嗎 要不然就真的吃虧了 你自己又如何伸手 炒了 要換機 那就是靠Care 另外再補充一件事 就是現在Mini 2 Air 2 和Air 2 S 都有一個叫做 調塞的培塵功能 以往你買了Care 以往你買了Care 就以為包含了 我擲不了機 都可以半價買機的offer 其實就不能這樣做 它要在手機APP裡面 綁定那部機 做完這些動作 才有一個調塞的賠償功能 所以剛才一定要你鎖進了 你才可以去激活到那部機器 來使用 是的 沒錯 要做這個步驟 要再做掉塞的菌磨功能 以往不然你震不到屍 就還是不能教 就什麼都沒有 真的沒有了 就變成了 好 接著看看Accessory的盒子 有什麼 好 我們Accessory的盒子 裡面我們打開它 然後把它倒出來 好 裡面沒有東西了 裡面就增了 1 2 3 4 5 6 有6隻盒子 很明顯就是 2隻士啤 4隻在機上 盒子其實有分 很多新手沒有特別留意 都一樣 其實有分度 有橙色的圈圈 還有一個沒有橙色的圈圈 它就是一對這樣裝的 對角 譬如這個橙色 然後反開它 你會看到這個對角是橙色的 為什麼會是對角呢 因為它對角是兩個順時針 和兩個逆時針 究竟我們暖裝 是否裝得到呢 我找Anon試一下 好 我們找一個 我們是P牌子 不是橙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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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塞在橙色的 塞在橙色的 可以的 是很恐怖 其實是可以的 你有沒有玩過以前的型號 有 有 你有沒有發覺 是可不可以怎樣裝的 咦 我沒有特意這樣試過 我真的要看回剛剛才裝進去 以前那些 就是什麼叫做以前 就是這個 Air 1 Mavic 2 我用過 都不可以裝得到 你塞不下去 它會頂住 反而新的 就可以暖地塞都可以 對 發覺Air 2開始 Air 2S 或者DJI的FPV機 都是可以領裝的 是 而我有一些 朋友仔或者學生 真的可以領裝的 那怎麼辦 有什麼事呢 一開機 雖然它會提醒你 你是不是裝得對 那些人都不理 一開機 就會自自動反機 即是起飛的時候 是的 一起飛的時候 就會反機 一給油縫 那就搞定了 嘩 那就是說 要很小心 真的要看清楚 有沒有顏色 對反對才好 刺下去 是的 包裝不要亂開 想要全部裝 全部橙色 都塞進去 或者亂裝進去 其實包裝都有分別 因為你會看到 有A和B A就是有橙色 B就是沒有顏色 都是有分別 所以你拆的時候 都已經會知道 看到 但這一招 就會多了一個A 多了一個B A 你肯定裝對了之後 其實就 沒有必要特意拆開 除非你收藏 覺得很困難 裝好就裝好它 對 為什麼會沒有保護裝置 以我所知就是 版權問題 傳說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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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 誤裝的版權 是A牌的技術 所以去到某一個模特兒 他就剔走這件 原來是這樣 那就 玩GTI 新模特兒 真的會小心 小心一點就可以了 你只要買回來 那時候裝好 以後 你不是怎樣拆 因為你拆回去 其實都可以 可以試一試 裝好 你收的時候 可以放給它 這樣 這個就是這樣 這樣就已經收好 其實市面上有些束掌的橡筋 束掌帶 綁住它 就不會頂負 剛剛說起束掌帶 其實都不建議 哎呀 大家記住了 其實它下面 其實跟那個底 有些距離 如果我長期束著它 除非你那個帶是很鬆的 所以純粹真的衝出去 鬆著它 那應該不會是 我看到很多都是綁到 對啦 如果綁得緊的話 其實我們曬完之後 這些翼呢 是有微微的 可以讓你拆下去 那它就會長期會拆下去 就會彎了 所以如果是 你可以用普通 或者是蜜 你看家裡的蜜 單釘的 就剛剛塞著它 然後放回去 沒錯 那已經很可憐 又不用錢 或者你的蜜 剪一剪 不需要當尿帶 因為拔就不太緊 我覺得可以的 這些文化智慧 對 要不然你長期整個軟 就自己換掉了 浪費得多 其實很不軟 所以軟 其實對飛有危險 會有危險的 它會沒有那麼穩定 就不止會掉下來 它會震的 那都會影響到 拍攝的時候會不會呢 它始終雲台現在做得很好 要去到很軟 或者剪了 之後有機會才拍到雲台 所以你未必會發展得到 直至太大風 它擴風不了 沒有一部機器就會發展得到 那就沒有了 沒有鬼咒 好 大家記住 都不要用速掌帶 OK 這次裡面 就有一個很輕的火牛 好像比AR2小了 還是一樣呢 感覺上尺寸就差不多 但是好像很輕 很輕 很輕 這個就是火牛 跟著電源線 如果你在香港買的 就是三腳的電源線 好 其實裡面沒有什麼 有兩粒的 這個 不需要特意拆開 後備用 因為本身的控 底部已經有兩粒的 那兩粒的 平時拆不拆好呢 平時就 對 這個都很常用 它很差 你方便收 你當時放在袋子裡 就不會卡住 你卡住 其實長期這樣 卡住可能也不太好 但是 我就試過 我荒山野嶺 我一拿出來 就這樣 就這樣 就不用以為 那就不用飛了 都滾不回來 有好有不好 看看你自己過得怎樣 新手的朋友 就是盡量都拆開 因為你放在袋子裡 其實是長期按了 因為長期按 裡面的彈弓就會露損 就會變成長期 有一邊是扯著 一邊是按著 那一邊是按著 那慢慢呢 兩邊的彈弓不同力了 它就會有AIR 它就會叫你CAL 那個 REMOT CONTROL 但是長期按一下 它都會開始 去到某一個部分 就按不到 就是因為以前 我們的控制 都會按住 把袋子按住 以前那些沒得什麼 沒有得拆 對 一塞進去 這樣放進去 就已經這樣 頂起來了 所以它能夠拆 我就建議你拆它 當然拆的時候 就看清楚地下 附近有沒有些 坑渠 小心一點 因為真的試過幾次 幾十年 差點不見了 所以就收工了 多數都掉了 我都很熟悉 這個 但是很熟悉 很熟悉 好 這個控制 都沒有分別嗎 這個控制 其實是有分別的 對 有分別在 後面有個Model number Model number 對於Air 2 是會有些不同的 這個就叫做RC231 很小的字 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這個就是Occusing 3.0 哦 即是說了一點 respect 已經有部機 裡面有不同 外殼看下去 就 沒什麼分別嗎 連字都沒有什麼分別 沒有特別動過 暫時就是 如果外殼就是這樣 沒什麼特別分別 那這個Model number 我又有Air 2 用了回去 或者這個2S 用了回去 那 我們就沒有實測 以往的技術計算 很大機會是不通用的 哦 譬如是Occusing 3 這個就是Occusing 3 但是我們那個Air 2 或者我們的Smart Controller 都是Occusing 2.0 特別買了Smart Controller的朋友仔 很大機會就不支持這部機 即是說有機會 要買另外一個Smart Controller 有這個可能性 但是要實測 要未定 未定 有機會再試一下 再告訴大家 對 因為我說了不行 轉頭可以的話 就很大件事 但是不行的機器 我自己覺得是比較大一點 因為始終都會有一個 是很棒的 對 已經是 那去Occusing 3.0 就可以再遠一點 抗光要再高一點 那 所以如果你打算有 有Smart Controller的朋友仔 你在玩2的話 就有機會 可能你要放機 的時候放Smart Controller 因為你手持這件東西 將來不知怎麼辦 所以剛剛買的朋友 就可能 找借部2S試一下 對 因為 如果我放了這個 我玩這個 我不會用Smart Controller來玩 也是的 所以我評估 我估計 幻想 可能會有Smart Controller 2 然後再加上Smart 3 Lock Sir 尤尚 也是我眼神 整件故事就好像剛剛好 也是的 好 那接下來 好 我們看看機器的外觀 機身的外觀 跟2 我估計是完全一樣的 除了前面的部分 我估計它 純粹是換了前面的部分 加上底板的零件 你很明顯可以看到它 有個斜角的前置 眼仔在前面 這個就是以往沒有的 但其實 異未出的時候 我已經見過這個東西 不是 是的 其實我已經見過 我幻想 原本打算出這個 但可能是成本問題 或者部分不夠等等 或者想弄到一個價錢 比較吸引 所以我才剪掉它 反而整個2版出來 是 那這個都是我自己的評估 和完整 因為我真的見過 其實就是未出之前 那我最初的東西 就是出這個版本 那你講到這樣的 我想問一下 其實 AR2和2S的推出的時間 是比平時 或者以往 比以往 推出這個產品的周期 是斷了 這個會不會是 因為疫情 搞到AR2 噴池了出來 但是 2S 它又與其 按照路面 就照路出來 會不會是這樣 變成了 搞到 其實我買了AR2 這麼快 突然做個2S出來 其實也挺奇怪的 它叫2S這個名字 我懷疑它AR3已經準備好了 可能 如果沒有理由 做個2S 其實AR3也合理 如果不是 對 因為吃的口水 所以用了3.0 對 周期等等 都合理的 我懷疑AR3已經做好了 還有改良 可能會 多些 所以 在這個時間 就可以放個2S出來 但是 對於 玩機的朋友來講 其實這個MOMENT 挺適合買這個2S 因為快要去旅行 你可能就因為 沒有去旅行 沒有買那個2S 忍得到的話 就剛剛好 可以買這個2S 那個周期 比我們以往覺得 是短了 即是這麼急 但也可能就回 一來 我覺得是MOMENT 可能快要出 二來 可能經濟開始復甦 多人可以買到東西 或者可以拿些 多餘儲品買其他東西 或者去旅行的錢 用來買下機 我覺得這個MOMENT 其實都合理的 因為如果再拖 拖到聖誕出 到時候再跟MARFIC3 去撞時間 又很奇怪 因為MARFIC3 其實我拖得 沒得再拖 因為MARFIC2 其實太久了 兩年了嗎? 其實兩年多 接隔 可能快要三年了 但是店舖的周期 可能會相對 被Consumer的 長一點 MARFIC2 我也是覺得 是Consumer 只是一個 店舖的產品 但是 Inspire那些 會不會還出呢? 其實Inspire 其實 以我的幻想 都是有Inspire 3 我覺得它也是拖 等多一陣子 我猜它出了MARFIC3 之後就出Inspire 3 因為Inspire 2 也是很多年了 是啊 還有很多 如果你有留意 外國的店舖 或者On-line店舖等等 Inspire 2 都已經開始買不到 因為它真的買不到 它有一個動機 即是想出新產品給你們買 我猜都差不多 Inspire 3 所以 我覺得這個時間合理 早了一點 或者是早了幾個月而已 但是 不要拖著MARFIC3 所以 時間是合影的 明白 我們看看樣子 除了Sensor 也多了 拿了兩個 即是上避障Sensor 我們看說明書 它聲稱是上避障Sensor 但是我個人覺得 未來有可能 可以透過Filmware去改 多一個MODE 叫做Super Sport Mode 這都是我幻想出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純粹看這家的Config 它的傾斜度 速度和以往沒有分別 即是2S和2的傾斜度和速度是沒有分別的 對 如果它弄到這麼斜 又不是直向上 其實它可以這樣飛 我猜是 它的設計的目的應該是這樣 可以去到 但是雲台 不知道能不能頂到 沒錯 如果可以這樣玩 透過我們手勢的資料 它應該是支援Motion Controller 和FPV角度的 但是如果它真的未來更新 可以這樣玩 戴眼鏡 等等 就可以讓一些入門FPV的玩家 先去玩這部機 先 玩電了 再去升級到那部FPV的機 整件事就好像全部合理了 即是當作一個玩FPV 入門的門檻 然後再去買這部機 再試了 之後再玩FPV 這個也是我們幻想的 因為EOR 都是一個產品經理去想 應該是沒有理由 要這樣去設計 這些點 為何要斜的 一點直向上都可以再度 可能延遲了這些 之後去找 好 我們看看外觀有什麼分別 它的電池 看上去跟舊的一模一樣 所以有2的朋友 你的電池也不用放 那你純粹是買一部機 齋機 不是 可能炒了一部2的 那些電池就用了 對 炒了一部機 或者收拾不回來之外 就直接買齋機 不過齋機都沒有 你這個配控 應該是舊的 舊的 應該是舊的 沒有電池 有點煩惱 接著看機翼是怎樣 那些機器有一點點色 不同了 而它的底部也一樣 都是有這個 Invirate的Sensor 鏡頭的下鼻障 一個燈 讓你在暗的環境裡開啟 回去 而後面一樣 和舊部分別的 都是兩個 的眼仔Sensor 好 我們看看最重要的雲台 雲台很明顯和以前很不同 大粒座很多 上面寫字1吋 2000萬像素 我們 這個都是 一看下去最吸引的地方 都是外觀上 2S最大 最吸引到你買2S的 應該都是這個 沒錯 都是雲台 那個Sensor 都不同了 和前面的眼睛 好像有些不知什麼用途 外觀大致上是差不多 現在我看下去 沒有什麼很大的 分別重量等等都差不多 是 看規格好像是2S 2S和2S 應該是一樣 有什麼規格可以告訴大家 好 我看一個說明師 我找一個說明師 他都說是有金說明師 正常就沒有什麼無聊人 就看了 好像我那樣 其實我會看一個規格 規格 它忍得出來 都會用大夢來 拿來摸一下 規格說到 鏡頭是22mm 就是88度 以我記得 如果2S的話 就沒有88度 2S的話 我記得 不知只有80度 還是82度 以上 就是28mm左右 即是這一部再壞 這一部再壞 這部 照它的規格計算是壞很多 因為以目前的 如果是DJI Consumer的機器來計算 就沒有一部去到22mm 即是這麼幅的鏡頭 對啦 如果去到這麼幅的話 其實對於我們飛的限制來說 很多 譬如香港的法例 就不能飛高過90米 如果去到這麼幅的話 其實我們就不需要飛那麼高 對啦 變成可以在90米那裡 即是拍高一點 對 不用再高一點 沒錯 還有 譬如在兩邊有山 有繩子 那個張力會多很多 我自己就喜歡 是用幅一點的機器 如果它是22mm 我們有機會在戶外測試一下 拍照拍片 真的試到22mm嗎 那就相當不錯 好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今天 剛剛真的收到這部機器 今天就下了大雨 我們就未能夠出去試到 之後呢 有機會我都會找Lok Sir 跟大家試一下 因為呢 其實除了剛才Lok Sir說這些 就講到那個感應器 其實是大力了 對拍攝夜景 不可以夜景 因為 老闆時代表開來 航拍機 其實我們真的 不敢拍攝夜晚的機器 那航拍機 可不可以飛夜晚呢 如果是正常的一個玩家 在全球都好 都不可以在日落之後 放這個無人機 除非特別申請 但是 現在有一串感應器 他就說拍攝一些暗的東西 給它好一點 那怎麼辦呢 因為有些人都會拿來做事 那你申請了就很適合 是沒錯 那二來室內 現在都有一些人 用來拍攝室內的活動 演唱會等等 其實在這個暗環境下 一刺聲做得很大幫助 但是千萬買了新機的朋友 就不要拿去測試夜景了 因為文行處都會很關注 各大的社交媒體 串流平台 他雖然未必找你 但是其實他都會有截圖和記錄 將來立法之後 就可能會找你的 我只是幻想出來的 找版主吧 有的 其實真的有找人 暫時就是比較離譜那些 沒有那麼離譜 有發過查詢的 有的 只不過我們沒有公開去 其實文行處透過我 他要直接找那個人出來 先給他一個警告信 通常給了警告信 那個會員都會消失了 OK 可能他乖了 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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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可以製作航拍的作品出來 沒錯 只要沒有違規 違規 其實影響香港的生態 或者玩航拍 大家都覺得我們一定是違規 那些奇怪 那個規格裡面還有一點 就是那個遙控 剛剛說過 用了Occusing 3.0 那個接收能力 如果是香港計算FCC 就會去到12公里 那這裡有一個均興提示 如果你是剛剛買了機 就是你下了order 的朋友仔 有一個提議 你就用到iPhone來Active 為什麼呢 因為以往有個經歷 很多朋友仔都是用Android去啟動它的話 就去不到FCC 就會自動變成C 要用一些不是官方的方法才可以轉到FCC 在這個Mini 2 和Air 2 和FTV都有這個問題出現了 所以新手朋友就借Android去啟動一下 借一個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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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怎樣也好 記得用iPhone Ecumet一部機 然後再用其他OS的平台去玩這部機 就可以了 如果你真的很想用Android啟動 那你可以 就可以了 但是一般新玩家很難去知道FCC和CE的分別 是怎樣看法的 這個所以就找朋友仔幫忙 或者你借手機來試試 另外再看這個規格 影片那裡就很吸引 它就會有5.4K 去到30格 5.4K有沒有用呢 對於你來說 對我來說就不少 有時候開工網就會更重要 因為很多時候 現在我們會拍片 後期卡上 其實現在有很多地產行業 都是這樣做 因為我們不想有拍照 又要顧拍照 又要顧拍片 本身4K當然夠了 但如果有5.4K就更加理想 我們就會全部拍片 回來卡通 其實我們卡通 你現在印度有時候 印度AV也有 哦 這樣也挺厲害的 對 所以影片的長數 也有幫助 對於我們在工作方面 是的 工作可能會OK 因為其實可能我家裡的電腦 可能我的4K S4K片 都慢慢接近 如果你說 我是不是一定要用5點4K拍攝呢 如果用我自己 我拍一些Hanker的東西 我不是工作的 我想我暫時也會遲回4K 如果是工作的朋友 商業用的話 很擔心就是 A2S 影片的模式 有沒有D-lock的卡 嗯 以往很多入門的機 都只有D-C light 或者是普通模式等等 顏色上也是比較鮮 沒有東西才會有D-lock 例如像Matic 2那樣 Po就有 Zoom就沒有 那 Air 2也是沒有的 變成在我們後製的空間 就很限制 所以就不會用來做事 如果你要調色 要調得很多 特別是大霧的時候 D-lock可以調空間很多 所以現在ES 我就叫它加了D-lock 都符合它的價錢 好像比較貴了一點 是 有D-lock 有像素 都符合 這個就相當不錯 那Lock Sir的意思 這部你用來做事都可以 絕對可以 沒錯 好明白 那一個SPEC 暫時我們看著 是這麼多 好 大概都知道的SPEC 或者是ES比2的分別 大概都說過 其實都 這個差不多 因為剛才都說過一次 就是我們沒有機會 可以試到相片 或者是片 我們之後再找Lock Sir 可以做去測試一下 不如這樣 現在我們做了一點 因為人家帶了一些機器 其實可以展示一下那些大小 那些給大家看看都可以 好 我們先看看雲台的外觀 好似以這部 Mavic 2 Pro 1吋感應器 你會看到雲台頗巨型 那那個Filtre是否通用呢 都不可以看得出來 兩個比較 當然有些分別 我看回那個SPEC 我們Mavic 2這個光圈是可以調整的 而這個ES的光圈是fixed的 這個光圈一定會有些分別 所以我覺得它因為這樣 它的結構會有些不同 還有就是機身 尺寸小一點 它們兩個是不通用的 尺寸有些不同的 2S一個小一點 雲台也小一點 摩打看上去都很輕微小一點 所以整體成舊的東西 包括後面等等 你看到它的闊度都差很多 所以它很厲害 一吋放進這麼大塊的東西 又可以切到這麼小 都是一吋感應器 這個是挺有吸引的 這個就是外觀上最大分別的地方 不要打算一吋一吋 要塞這一塊的東西 是不同的 而那個大小 很多人只看AirTune的時候 就覺得整部Mavic這麼大 好像很大部 但是當你去比較 其實又不是這麼大部 我用眼裡看 就應該差四分一度 因為2S 在數字上面看 跟2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拿這兩個來試 就沒有特地拿到E 試給大家看 對 它2跟2S大小一樣 飛行速度一樣 擴充功能一樣 基本上大部份的SPEC都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拿一部2S出來比較 讓朋友買相機 還想不想2S呢 你可以憑外形去比較一下 有些人就說 差一個左右感應器 2S好像好很多 其實很多人是誤會了 2S的左右感應器 就是AAA的功能才會做 所以如果你想著 向左炒別人 想著有避漿 試一下 那就真的炒了 對 所以2S沒有那個左右 我覺得不太大分別 如果你正常 喜歡手動飛的朋友 就不會太大分別 還有一個mini-tool可以再比較一下 再放上去 這個可能又差四分之一 所以會四分之一的級數 大小其實我自己覺得 如果mini-tool和Air 2S 你不要看過機器 其實包包都自覺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在攜帶性來說 其實你買這兩款機 我覺得除了重量外 其實不太大分別 因為包包都一樣 所以你背去行山 放在背囊上 其實就是一樣 而擴風能力 這三部機器都是一模一樣的 都是擴風不吸風 不要想著細就是差 細不一定是差 有些人說 細看起來會震 只不過細看起來會比較容易震 但其實拍出來的擴風能力 真的拿到風動的測試 這三部是一模一樣的 你看到它震 其實也正常 它總是有一個雲台震 拍出來的東西 沒錯 外觀上你可以比較到 還有可以轉一下 肥仔的闊度 三部機器都很接近差不多 都是差不多 不會差太多 當然重量上是有分別的 始終這個是Under 249g的東西 這個我印象中 去到500多g 這個是接近1kg 所以你可以感覺到這一部 就是2X差不多 接近兩部才是1部馬力 還有遺忘了一件事 差點忘了說 這個都是很重大的東西 雖然是重大的 其實這個是對於亞洲來說很重大的 其實Air 2已經有這件事 不過是美國版本 這個是什麼呢 我們沒有解釋到 這個盒子也有說過 剛才說過 這個盒子也有說過 這個盒子後面也有一個 ADS-CBE的AIR SENSE 這個就是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飛航拍機的時候 雖然在一個合法地方飛 例如南身圍 但是你會發現附近很多直升機 或者香港其實多數是 航拍機的人都可以交易工業 但是逢星期六天 很多人都需要用直升機去救援 救火等等 你聽到聲音的時候 其實你再去看一部航拍機 應該要去哪裡走 已經太遲 所以如果有ASF正常 它應該是直升機 運航機 即是空中的飛機 都應該會有一個訊號 告訴你有機接近 你應該馬上去Landing 或者回航 這個就等到之後 即是出街再試 有些朋友試過 民航機是可以的 直升機就未試到 即是要等到 真的有直升機附近 才試得到 如果有的話 相對我覺得 對於駕駛直升機的人 會安全很多 還有一樣 即是有些機場附近 或者一些軍用的直升機 都會detect到你 都是減少互相的傷害 因為你弄到它又不好 它弄壞你的機 你也很無奈 即是直升機已經過了 你又走不前 所以這個ASF的狀態 我們現在在香港 賣到的版本 就會有這件事 以及以我所知 還可以辨認 還有附近有沒有朋友放機 即是可能在附近 隔壁山頭 可能都 有沒有機友 在一起 譬如你去業館的放機地方 其實那裡很怕的 即是五、六部機一起飛 有機場的 或者飛到那裡 那裡有五、六部機在那邊飛 如果我有ASF 這裡有這樣的訊號 那我就不去那個方向 可以避開很多危險或者干擾 好 好 我們都說了很多ES的功能 也都說了 其實大家都會想知道 這件事 有多少錢 好 DJI的Air 2S 債機的售價 現在是賣7999 即是7999 如果Combo 就會是賣10499 這個價錢 跟二的時候好像都差一點 是的 沒錯 貴了差不多2000元 其實我覺得很大機會 那些店鋪行 很大機會有些人 可能會把價格拉到9999 那心理關口就好過很多 即是Combo版 對 因為我都買得這款機的人 就可能是 以前未買過 二的朋友的機率大一點 所以他應該會買Combo版 因為買些電子等等 也是 剛才說 二和ES出的時間都不差太遠 其實如果我有二 我真的不會特意去Send up做2S 沒錯 但最近在推出之前 都有大量拋售在網上 很多人以為是甚麼事 因為有些人不知道有新機出 以為是禁飛的 以為香港是今天開始禁飛的 以為是留了禮 對 大量拋售 對 對的大量拋售 那些朋友就好明是上最機的 對的 對的 我們通常都不買一間Combo版 因為他還未出之前 都不肯定 電子剛剛用 等等 所以放得都會放 那價錢 10499 我覺得是合理的 不算太貴 即是你對比MARFIC 2 來算 一串感器 有D-Log 剛才的Air感器 對 有CK 拍攝片 其實多兩次都差不多 對的 未買過機器 這個價錢就OK 當然如果再去到9999 當然錢做普通 去到這個價錢就更吸引 如果你說9999也欠5元 其實都應該有機會 如果9999 可能就有孖展都沒有問題 那 你幻想的 對 我幻想 但是10499 因為很多學生 其實在未出之前 因為網上也有消息 他們想做一個團購 一起買機一起出去飛 但是去到這個10 即是5位數字 他們就說要想 4位數字 即是即去吧 即是那個心理板頭 其實只有幾個 差那麼多 就已經接住了 當然 我看了 試機 現在發佈的 或者有些朋友 讀他 我想這5個 其實是三個 不是什麼問題 都比的 好 價錢知道了 什麼時候買得到 什麼時候玩得到 明天 4月16日 即是說 今晚發展了 明天 你在 商店 商店 就會買得到 DJI 的 AR2S 可以 有機會 我們再跟大家 試一下影片 和相片的質素 看看Lok Sir幫忙 到時有 以你所知 如果想買 明天買到 相機的朋友 應該 是否要跑去 同學灣買 其實不用 因為 今次 在 DJI 推出 AR2S 的時候 在香港 多了一間 現在 頭頭尾尾 有兩間 之前只有一間 而多了這間店 其實 主要是 四大 train store 所以 除了店 之外 專門店之外 其實 train store 都可以買 這部新機 都是刊貨 一定是刊貨 對 我怕朋友見 貼紙不同了 以為是水貨 不要緊 你可以帶我去問一下 看到那個貼紙 因為 都是一間香港 很大的代理 所以 看到那個貼紙 你都會有信心 有懷疑的 你就先問一下 所以 終於現在 看到 DJI的產品 或者DJI 這部機 有兩間代理 其實都是正常的 就讓大家知道 明天 你就在家附近的 電器店 看看有沒有可以賣 就不用特意 你最有趣 就在樓灣買 三年左右 上網買 等你運過來 就可能等一兩 因為明天 星期五 買了星期六日 可以 不過最重要 大家記得 安全飛行 知道嗎 OK 我們今天差不多 有機會再找Noxer 幫忙試下部 ES的質素 好 我們遲些再見 拜拜